今天陈大新广场的命名风波 郑南荣独生女郑竹梅今天也发表声明回应 郑竹梅说 他的父亲是尊重生命 热爱生命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 他愿意邀请陈大历史系教授王文霞 及陈大校务会议委员 参观郑南荣纪念馆 再共同对郑南荣的历史定位表达意见 接下来的专题我们就透过镜头 带您造访 这个当年知识分子 为争取言论自由 自焚抵抗的现场 如今却已经成为 启发中国民众自由思考的 台湾民主新景点 郑南荣纪念馆 几十平大的民房 这里是郑南荣纪念会馆 玻璃柜内 整齐的成立20多年前 冲破台湾言论自由禁锢的刊物 不过自从1989年4月7号后 杂志外就包上了黑色封面 来悼念抵抗强权 自焚而亡的杂志社负责人 电焊要烧那个铁门 所以一场乱的时候 郑南荣其实已经进去了 然后把他的女儿竹梅交给邱小姐 邱美也带出来 要门关起来 其实那时候就应该就点燙了 还原警方围堵的那一刻 人权文史专家兼设计师曹清荣 在事发现场细细解说郑南荣事迹 刚解研的台湾 郑南荣创刊物 主张平反228与百分百的言论自由 不过后来他却被冠上了 涉嫌叛乱通气 但郑南荣抵死不从 整整七十一天都没有离开杂志社 事后知道说 很多东西政府都准备好 比如说对面上面有监控 我们才会看到当天的录影带 楼上已经有人进来进驻 他是用保险公司的办事出的名义 其实都是情职单位的人 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也会想说 政府有必要用那么大的 精锦力量来对出这样子的一个批评 无情烈火 留下了这间较黑编辑室 里头肉眼可辨析的 有堆底的名片 残破的床架 以及这块曾与郑南荣合照的匾额 争取言论自由 维护人权尊严 刻印一字未减 另外一个角落 放的是郑南荣温馨家庭照 还有一幅 女儿送给世事爸爸的手绘图 充满人性冲突的展品 震撼了许多前来参观的 中国知识分子 曾经有个先生跟我讲说 他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像 这些人这样做 我说同学你稍等一下 这个问题不能跳接这么快 我说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 那我们今天来这里 基点馆应该是了解 郑先生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他并没有很多政治算计 很理想性的 很单纯的想这个对就去做 那我们连结来讲 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到达这样的境界 就会有更多郑南荣 那社会可能集体会更进步 相对于中国 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子的期待 1989年的台湾 留下了郑南荣抵抗强权的痕迹 而在共产中国的1989年 似乎是一段不能提起的空白 当你知的钱力被猛逼很久 等于就是被谎言猛逼 当你在外在世界 有这些不同的东西 遗留让你了解 你就会发现说 你应该要重新去了解这个世界 他们会想到说 台湾为什么可以走到这样子 那其他华人社会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中国也好 或其他地方 甚至新加坡 这种来对比就产生了一些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走出馆外 电线杆挂了自由巷的牌子 指引着信仰人权自由的游客 在安静的深幽巷弄里 摇关正值共产党 全斗白热华下的中国变局 曹清荣看到了中国百姓的转机 最重要是缺少信心 当人民都各自有很大的信心 对未来有一些民主的想象 可能这样对你呢 卸足你对很多事情的恐惧 是有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 死了多少人 那个在网络上非常清楚 一次一次的运动 几千万人 那我们对这几千万人 没有感觉吗 没有感受吗 自由精神不死 由于靠近两岸直航的 松山机场与捷运 纪念馆吸引越来越多的 大陆知识分子造访 也深思这段被民主台湾 冠上焚而不悔的 强权抗争历程 是不是也会在当前的中国 找到深植的土壤 sait分析会员 敌人 忽痛 监感 感谢观看